现在我们要讲解加州标准测试 代数1里面公布的问题 在上一系列中我们已讲了代数2 我想我要颠倒一下顺序 我来复制粘贴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看到整个题目是不错的 看一下 我已经把它复制好了 那我来把这一指针一直向上移 然后好了 好 他问我们方程3乘以括号2x-4括号等于-18 是否等价于6x-12等于18 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3分配进去 我们得到什么 3乘以2x是6x 3乘以-4是-12 那么当然等于-18 所以当然他们一样 如果你用3乘以括号2x-4 你得到6x-12 所以答案肯定是对的 不是下面这个选项 他说是的 方程是等价的因为结合性 不是交换率 不是 方程是等价的因为分配率 消防车警笛 有一辆消防车之类的在外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讲到哪了 哦对 是的 方程是等价的 因为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对 是那个 我们把这个3分配到2x-4上 他们说是对于加法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加-4 当你考虑分配率时 加法和减法其实是一回事 我们来解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题我们写出来 这是问题2 问题是16的平方根加上8的立方根等于多少 16的平方根是什么 当只是求平方根时你可以说它可能是正的或负的4 但是当他们这样写时就意味着是主根 所以它只是正4 如果他们想让你得出负的平方根 他们会在前面写一个正负号 所以它是4加上什么的三次方等于8 2的三次方等于8 对吧 我们可以写2的三次方等于8 这和8的立方根等于2 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8的三分之一次方 总之8的立方根是2 4加2等于6 那么选项B 第三题 我向下滚动一点 他们想知道 我可以复制粘连这整个题 好了 他们想知道哪个表达是等于x的6四方乘以x的平方 他们的底相同 当你把这两个表达是相乘时 你可以把指数相加 那就等于x的6加2是8 这个结果不在选项中 我们要说这些中的哪一个也和x的8四方一样 哪两个指数相加等于8 4加3等于7 5加3等于8 这也等于x的8四方 所以是选项B 下一题 第四题 好 我来 这是另一个我要复制粘贴的地方 好 他们想知道哪个数没有倒数 负1的倒数 那就是1除以负1等于负1 0的倒数那是什么 1除以0没有定义 所以选B 0 我们不知道1除以0是什么 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 它是什么意义 当然这些都有倒数 1除以1千分之1 就等于1乘以1000除以1 等于1000 3的倒数当然三分之一 下一题 题目说 这里有很多术语 我觉得那样很好 他们想知道我来复制一下 也许下一个也要复制下来 好 我也许可以在这儿做 好了 二分之一的乘法逆元是什么 那么本质上 我用什么和二分之一相乘得到1 这和说二分之一的倒数是什么 是一回事 如果我把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的倒数 我可以说一除以二分之一 那和一乘以一分之二是一样的 等于二 另一种思考方法是 二乘以二分之一等于一 所以二分之一的乘法逆元就是二 选D 第六题 这个方程的解释是什么 好 有时候这些绝对值符号会出现 令人却不 但你只要符合逻辑的思考它就行了 如果2x-3的绝对值等于5 那告诉我们什么 那意味着2x-3等于5对吧 因为绝对值里面等于5 5的绝对值等于5 有道理 但是2x-3也可以等于什么呢 如果绝对值符号里面的2x-3等于-5会怎么样呢 那么你可以求那个的绝对值你会得到5对吧 所以2x-3也可以等于-5 当你看到这个绝对值符号时你说OK 不管绝对值里面是5还是-5 因为我们求它的绝对值得到5 所以我们只要解这两个方程式 如果你把这个的两边都加上3 你得到的是2x等于8 x等于4 对于第二个 两边都加上3 你将得到2x等于-5加3是-2 x等于-2除以2是-1 所以x可以等于4或x可以等于-1 选C x是-1或x等于4 下一题 代数1的提比代数2的解决的快哦 代数2更麻烦一些 我要把这些都清除掉 我要把这个写下来 题目说 不等式5减 x加4的绝对值 小于或等于-3的解析是什么 首先这真的让人却不 我甚至不能用上一次用的逻辑 因为那里有5 但是我们来这样考虑一下 我们试着把它简化一下 我们有某个数的绝对值 小于或等于另外某个数 我们可以做的是 如果我们想除去这个5 记住 我们在等式或不等式两边所做的 不管我们在等式或不等式的一边做了什么 我们两边都要做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程式的两边都减去5 如果左边减去5 这个5就没有了 我只是要做减法 我把那个写下来 减5加 我要在那里边写一个减5 那是一个加号 那么减5加5等于0 那么只剩下负的x加4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 负3减5是什么 是负8 好 下一步 这是 也许它对你来说不明显 在那儿放一个不等式 你知道如果这是一个不等式 你可以说 好 我要把两边都乘以或除以负1 来去掉负号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不管什么时候 你把一个不等式的两边乘以或除以一个负数 你要转换不等式符号方向 那么如果这是真的 如果我把这两边都乘以负1 负1乘以负的x加4的绝对值 我要转换不等式符号的方向 那要变成大于等于负8 这边我乘以了负1 所以在这边我也要把它乘以负1 这个负号消去了那个负号 我们只剩下x加4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负8乘以一个负1就等于8 现在我们可以用上一个解题逻辑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x加4的膜 大于等于8 我来画一个竖轴 因为我真的想让你们对膜的意义 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如果那是竖轴 你可以把大小看成是距离或绝对值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到0的距离 对吧 如果这里是0 这是正8 这是负8 不管这个数是什么 它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8 那意味着它到0的距离要大于8 你可以说这个数到0的距离要大于8 就是说这个数要大于或等于8 就是说这个数肯定要大于等于正8 在这个数轴上 它可以是所有这些数 对吧 记住 我们说的是大小 所以我们不关心方向 膜要大于正8 它也包括负数 小于负8 为什么是这样呢 比如负9 负9的绝对值是什么 负9的绝对值大于8 因为9大于8 所以就是负8左边的任何数 或正8右边的任何数 关于这个方程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意味着 简单的一个是x加4 大于等于8 我们把那个写下来 我就把它写在这儿 x加4大于等于8 考虑到那个 大小大于等于8 在这里 或 x加4小于等于负8 那是 这个负8左边的 现在我们解它 在这些项中 考虑绝对值的意义 很重要 否则它会变得很混乱 你会带入数字进行尝试 但是如果你想用竖轴来表示 可以把绝对值 想乘到0的距离 距离0的大小 你说 哦 到0的距离 要大于等于8 那意味着 我的数要 这个要小于等于负8 或者 要大于等于正8 我来解一下 x加4大于等于8 两边都减去4 得到x大于等于4 我只是两边都减去了4 这里 两边减去4 得到x小于等于负12 所以这里的解释 x大于等于4 或者x小于等于负12 这是D选项 下集视频再见